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更快更强 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形态 人类从来都不是孤独地站在原地思考自己 我们探索自然被自然环抱 我们创造科技被科技围绕 从自然获取回馈用科技预测未来 古往今来生生不息 人类自然就这样探求着平衡之道 从动物身上获取灵感 是因为人类发现很多动物拥有的天赋优于人类 这个发现在人类和动物之间搭了一座桥梁 这座桥梁叫仿生学 本期节目我们的体验者王静将通过观察狗袍 学习挖泳 把头抬起来加上一个滑手 对 举行海豚与人类的竞速比赛 二 一 开始 以及探索鱼类 给予船型设计的启示 我们还将邀请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郭亮 同我们的体验者园一起 通过模型演示 以及科学原理解读的方式 认识大自然的科学本源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 开启本期细水游侠之旅 自然界 先有不会涉水或游水的动物 对于人类来说 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 学会游泳是必备的生存技能之一 如今 人类已经掌握了十余种游泳的姿势 在水中的速度已经可以达到两米每秒 和人类在陆地上慢跑的速度接近 然而 有一种泳姿 它看上去动作局促 不舒展 又毫无运动美感可言 速度甚至只是自游泳的十分之一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 它更是游泳姿势中笨拙的代表 可有的时候 它却可以让很多不会游泳的人 第一时间保住生命 它就是狗袍 我们在大量的新闻报道中 看到了狗袍在救人与自救方面 起到的积极作用 不可否认 这种游泳方式 确实能在不少人落水瞬间 成为一棵救命稻草 那么 狗袍这种姿势究竟能为人在水中 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为什么不会游泳的人 在第一时间通过狗袍动作 就能够保命呢 带着种种疑问 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郊区的 汪兴宠物度假村 这里正在举行一次狗狗游泳竞速比赛 接下来在这里将进行一场狗狗水中游泳竞速的比赛 我们参赛选手真的是品种颇多 大型犬跟小型犬在水中 狗袍有什么不同呢 一起跟我来看看吧 那么通过近距离观察狗的游泳姿势 我们是否能得到想要的答案呢 好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你看是两只小型犬 这速度还真的是不慢 这两只小狗都是头放在这个水之上 然后下面的这个小腿迅速的摆动 好 准备 三 二 一 二 一 开始 三 二 一 开始 咱们了 三 确矮 三 二 一 开始 八 九 二 三 一开始 三 二 二一 三 二 四 二 二 一 三 二 二 三 二 三 二 二 二 这次的速度能更快的 因为它们腿长 它们这个摆动的频率 还有速度没有小行犬的快 来 好 真棒 通过观察比赛中 狗的游泳姿势 我们发现 狗狗都展现出同样的特点 头部始终保持在水面之上 四肢刨动维持动力 速度并不快 这样的表现 似乎并不比人类其他泳姿 在水中的表现好 那么狗刨这种姿势 究竟能为人在水中 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为什么不会游泳的人 在第一时间通过狗刨动作 就能够保命呢 郭老师 通过我前面对不同品种的狗的观察 我发现这个狗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行为 对 你看 这是我做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小狗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当它在陆地上的时候 它可能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但是一旦当它到了水里面 整个这个狗的姿态就会一瞬间发生变化 而且我们看视频上好像还不到水里边 快接近水的时候 它已经已经条件反射了 对 很有意思 我觉得最终它有一个目的 就是它保证这个狗的头部 确切地说是鼻子能够在水面之上 这样才能够让狗在快速刨动的时候 不至于枪水危及生命 它其实这个我们知道 它这个鼻子在水面之上 就是因为哺乳动物 我们都是用鼻腔来呼吸 不是用腮来呼吸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把它露出来 其实是要很费劲的 要做工的 那么这个时候狗很聪明 它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它说我既要能够呼吸 我又要付出的代价尽量少 所以它不会把整个的头像这样 全都露在水面上 那是这样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相当于其实它还很不划算 它其实整个这些面积都露在外面呢 所以真正咱们看那个视频里边 狗袍其实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把它拿下来 你看它其实狗它是扬着头 它用这种扬着头的方式 你会发现它最后只有鼻腔和部分 很少的一部分的头部会露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它完全达到了自己呼吸的目的 那水面在这个位置 那么达到呼吸的目的同时 它又会用这个做工的方式 又做的尽量少 以节省它的体力 所以这种方式是它付出代价最少 又能够保命的这种方式 那能够让狗的头部 浮在水面之上的最主要的动力 其实就是像这样快速的刨动四肢了 那么这个其实说刨动四肢是对的 但是我们更严谨一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观察 刚才我们那个视频 它的四肢是一样的刨动方式吗 我想想啊 也就是它那个腿是怎么运动的 你观察了吗 反正前肢像您刚才说的 它要把头露出水面 前肢应该是这样跑的 但后肢 它的前肢为了能让它的鼻子露出来 那么它一定是不断的扒水 所以它的前肢频率非常高 一直在上下不停的扒这个水 所以保证它的鼻子在外面 但同时我们注意观察它的后腿 它的后腿其实并不是这样 上下不断的这种打水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想象 它上下不断全打水的话 它就飘在这个水里面了 对 而且它这个后腿力量比较强的 可能会往前栽 没错 它就斜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后腿其实是什么样 它的后腿频率相对前腿 是低一些的 而是往后斜向的 这个蹬水的一个过程 它主要的作用其实是 向后蹬水 使整个这个狗的身体 可以往前运动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它掉进一个水坑 它想出来 那么我不是只停留在原地 我是往后蹬水 同时我身体往前走 那么当这个水不是很远 很宽的时候 我就度过这个危险 所以前腿是不断地上下打 保证它这个鼻子露出来 后腿往后慢慢地蹬 那么这个时候 同时调进身体平衡 让它一点一点 缓慢地往前去运动 其实通过对狗刨动作的分析 我们能发现 和狗几乎一样 人类能在水中保命的要领 就在自身的福利感知 与肢体运动的平衡 人体的平均密度 约为1.09克每立方厘米 略比水大 人在水中 只需要施加很小的上福利 就可以不沉入水中 所以一旦落水 不要慌张 持续扑腾身体 大声呼喊 只会消耗体力 还容易枪水 危及生命 掌握了狗刨的精髓 将身体自然放松 铺展在水面上 四肢协调发力 将头部托起 保持呼吸 虽然游得不快 但至少能在千军一发之际 为你提高生存的几率 狗刨式的入门 就是协调双臂跟双腿 在水中不停地摆动 并且保持你的头部 是在水面之上 平补你的身体 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还可以很灵活地滑动四肢 并且还可以呼吸非常的顺畅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学会了 在水中保命技能 最简单的一项了 好慢 这个游泳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如果我们想寻求更快 更自如地游泳的话 我们要把目光 放到大自然的其他老师身上 青蛙 青蛙别看它眼睛鼓鼓的 表情也有点呆 可当你稍微一走近 它就会猛地一跳 钻入水中 最后 水中的青蛙 会迅速展现出苗条的身形 利用发达的后肢 和像蒋一样的谱 到达对岸 于是你会发现 提到游泳这件事 可能没有其他两棲动物 能够与之媲美了 青蛙是世界上身材比例 与人最接近的游泳肩脚 人们模仿青蛙游泳动作 产生了一种泳姿 挖泳 如今 挖泳已经成为了一种 最为普及 也最入门级的 专业游泳姿势 那么 挖泳这种游泳姿势 能为人在水中 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它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科学原理 对着这个疑问 我们来到了被誉为 游泳运动圣殿的 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 这个被誉为 中国十大新建筑奇迹的 专业游泳场馆 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 承担过各项专业的游泳比赛 如今 赛后的水立方 还成立了面向大众的游泳俱乐部 此时 王靖正在这里的热身池中 练习挖泳 可没一会儿王靖就发现 本来自认为挖泳游游的不错 却屡屡玩败同在热身池里 学习挖泳的小朋友 这不禁让他有些郁闷 挖泳的姿势 不就是像青蛙一样 滑动四肢对不对 对啊 我一个成年人的速度都没有你 不快 我觉得我真的出了问题 王靖还没来得及探究挖泳背后的科学原理 就发现自己的姿势其实并不标准 他决定先向这里的专业挖泳教练请教一下 到底什么才是标准的挖泳姿势 我看了一下 这个游的不算是挖泳吧 就更不容易速度了 教练 我这个挖泳 我觉得我的姿势还挺优美的 而且你看 我一游能游好远呢 不行 这次我们下水比一比 看看我的姿势 找一下你的原因 好 走吧 走 通过王靖和教练的泳姿对比 我们不难发现 不论是手臂 腿部 还是头部的姿势 王靖的挖泳 与教练的姿势 确实相差甚远 为了让王靖学习标准的挖泳姿势 教练决定 先给他进行一些基础训练 我来教你一下挖泳基本的姿势 刚才看了一下 你由头都在水面上 我们正常应该把头放到水里 然后你跟着我学着做一下 手往前伸 对 然后把耳朵放到手臂的两侧 这个是一个正常漂浮的工作 然后把头抬起来 加上一个滑手 对 加上换气 然后手冰拢 在胸前 向前伸手 同时低头 这是加上换气的一个动作 这是你最主要要注意的 在进行了简单的头部与手臂训练之后 教练告诉我们 其实腿部的动作 才是挖泳姿势中最重要的一环 我先坐在垫子上 先坐下 然后两个小腿在外侧 两个小腿在外侧 对 然后两个小腿 好疼 好疼 你刚才动作不标准 看过青蛙游泳吗 都是往后蹬的那一下 它游得特别快 那青蛙到底是怎么游泳的 为什么非要做这样的一个压腿的动作呢 刘老师 为了弄清楚青蛙是怎么游泳的 我经过反复的观察以后 制作了这个模型 你手太巧了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青蛙它没有脖子 对 它的头部跟背部是连在一块的 再一个它这个青蛙它没有肋骨 腹部的脂肪跟脏气在水中游动的时候 会均匀地铺展在整个 它是软的这个位置 对 所以从侧面来看 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流线性 再一个 让青蛙能够产生很强的力量 我觉得毋庸置疑 就是这个强大的腿部肌肉 我们来放到这儿 比如说我们短跑运动员 在起跑的那个时候 都会有一个把身体压缩 在释放的过程 但即便是最顶尖的这种运动员 依然有可能出现韧带撕裂 或者跟肩拉伤这样的情况 而青蛙不可能 青蛙可以在零点几秒的时间内 把它的身体的后肢完全压缩 再完全释放 在陆地上的话 我查过资料 可以跳出十至二十个声位 那么在水中 借助这个宽大的脚谱就可以产生一个极强的推进力 所以我觉得青蛙在水中游得快 主要就是这两个原因 没错 没错 你说的特别对 其实就是这么两个原因 导致青蛙能够很好地在水中游泳 那我们说在水中想游得快 主要就两条 第一条 减小阻力 因为水的阻力非常大 因为它的密度大 那么你想在水里边很好地去游动 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所以减阻是第一大问题 第二大问题 我们除了减阻以外 还要增加它的动力 那么我往后登水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往前获得力量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物理里面有一个叫牛顿第三定律 作用力于反作用力 没错 当我往外推水的时候 水被我推远了 那我就获得了一个水对我的一个反作用力 那我就可以往前走 好玩 没错 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们人都会想 说那我们在做挖泳的时候 大家想什么地方是有用的呢 就脚往后使劲去蹬 使劲往后踹 没错 当你脚往后使劲去踹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能踹一部分水去出去 对不对 就是两个脚谱中间的这个区域 没错 所以青蛙的这个脚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脚谱越大 它踹出去的水也越多 没错 但是这个并不是最关键的 也就是说即使它脚谱再大 它踹出去的面积 也就是有效的一个巴掌的面积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能让更多的水踹出去 使我整个人获得更大的动量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靠的是青蛙收腿的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想象 我当它把它拳起来的时候 在青蛙往外蹬的时候 咱们一起坐 我往外蹬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哪些水被我踹出去了 那么除了这个脚谱以外的 整个这个区域的 对 你想最开始我是这个样子 对吧 我在蹬的时候 整个这个区域的水 在我蹬完了之后 再合起来往外一踹 是不是这些水全都被我蹬出去了 我明白了 那刚才在岸上 老师不断地去强调了 那个收翻灯夹的夹的动作 对 就是为了把中间的水全部给挤出去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想象 我们在这个真正挖泳的时候 不是拿这个脚掌去这么踹水 而是用两条腿之间的所有面积的水 全往后去推 你才会获得这么多水的相反的作用力 所以要比你直接踹水 效果要好得多得多 青蛙就完美地执行了这两条 既是一个很好的减阻的一个特性 又能够很好的去推这个水 那么既有减阻又有好的动力 所以它是一个游泳非常好的一个好手 人能从青蛙身上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青蛙教给我们 游泳好除了身体有劲 关键在于减少阻力 而学好挖泳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 手 翻 蹬 夹 身体收缩时 我们需要将手部并拢贴于胸前 让躯干部分呈流线型 腿部收紧 脚部外翻 像青蛙那样蓄势待发 滑水时两手向后刨动 完成灯夹的动作 将两腿中间的水流向后挤出 乘着这股推进力 人便可以在水中向前滑出 那么学会了挖泳 人类是不是就可以停止学习的步伐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在自然界中 即使青蛙游泳游的再好 也只是众多吸水游侠中的一个种群 人类想要探索水域 必须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 海洋 那里有更快更强的老师等着我们 被称作飞鱼的迈克尔菲尔普斯 是享誉世界泳台的传奇人物 享有23枚奥运会金牌 而除了他惊人的游泳速度 最让人关注的 要数他在水中一种特别的腿部动作 这种动作是他在众多游泳比赛中 获胜的武器 由于与海豚尾部动作相似 被人们称为海豚式打腿 在各类游泳比赛中 海豚式打腿的动作其实颇为常见 但由于这种技术能够使运动员比正常的游泳技术前进快很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海豚式打腿不断引起争议 直到2004年 雅典奥运会上 北岛康健凭借海豚式打腿夺取金牌引起的争议 才促使国际泳联在世界游泳锦标赛期间修改了相关规则 如今根据国际泳联的规定 游泳经济项目中 运动员只能在出发从水面浮出之前 和每次转身之后的潜泳过程中 使用一次海豚式打腿 以保证竞速过程公平 那么海豚式打腿这种游泳姿势 究竟为什么能让人在水中极大的提高游素呢 从海豚的身上 我们究竟得到了怎样的启示呢 带着种种疑问 我们来到了珠海长龙海洋王国 此时 王静正在和这里的一只海豚亲密接触 我们都知道这个海豚是人类非常好的朋友 那我们能不能跟海豚进行一下互动 可以 我们小海豚过来了 来 我们可以走前面一点 往前一点 对 好 首先我们跟他第一次见面 我们先来跟他打个招呼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Mizu Mizu是吗 我们可以两只手来跟他打个招呼 哈喽 哈喽 这是他在回应我的意思是吗 对 他也在跟你打招呼 你好 好 非常好 现在我们来跟他玩一个小游戏 就是你转圈他会跟你一起转圈 我要怎么转 来试一下我们先双手打开 然后一 二 三 转圈 我转圈 他也会转 他也会转 他好聪明 对 好 现在我们要往后站一点点 好 来这边先等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慢慢走到他旁边 慢慢走是吗 他不会怕我吧 因为我是第一次这样这么近 跟他有接触 然后你又可以慢慢摸摸他的背 对 哇 不用紧张 很滑 对 而且非常柔软 对 看来他对你的印象挺好的 你好 海豚是一类智力发达 非常聪明的动物 它们既不像森林中胆小的动物那样 见人就逃 也不像深山老林中的猛兽那样 与人就张牙舞爪 它们总是表现出十分温顺可亲的样子 与人接近 和很多动物比起来 它们对待人类 有时甚至更为友好 聪明与乖巧是我们最熟悉海豚的部分 而今天我们将要探讨的 是海豚为什么拥有高超的潜水技能 和异乎寻常的游泳本领 又是如何启发了人类 帮助人类在水中来去自如的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准备进行一场 人与海豚的游泳竞速 你是专业的运动员 你的游泳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大概一百米能有五十六七秒吧 就是渐降级 渐降级别的游泳速度 你没有跟海豚进行过速度的比拼吧 没有 好 那接下来就是一场 人类跟海豚的水中竞速 为了进行一次人类运动员 与海豚的水中竞速比拼 我们特地在珠海长龙海豚剧场 布置了一片区域 在哨声响起后 海豚将与我们的游泳运动员 韩伟一同从起点出发 即时往返 最终获取成绩 为了在保障人与海豚 都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比赛 我们让游泳运动员 韩伟穿上了与训练员相同的衣服 而表演池的周围 专业训养员及医护人员 也将全程守护 确保实验万无一失 那么究竟专业人类游泳运动员 和海豚的游泳速度 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准备 准备 二 一 开始 就在出发口令响起之后 我们发现 海豚以极快的速度 迅速游到对岸 再看我们的人类运动员 不仅游得慢 动作还显得十分吃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样 什么感觉 就是感觉 最容易 每次浅了 就浮上来了 衣服是吗 衣服是有限制了你的速度 对 那这样你把你的衣服 稍微换一下 发挥出了你真正的实力 我们再跟它比一次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运动员呢 再换一下他自己的泳衣 再进行一次跟海豚的水下竞速 原来为了让海豚能在水中有较大的区域活动 一般海豚的表演池 深度都在8米以上 所以为了训练员的安全 特制的福利衣 变成了训练员们平时的求生装备 但也正是因为它 有着在水中增加福利的效果 对于我们的运动员 在水中游泳来说 在水中游泳来说 变成了速度提升的阻力 于是我们决定让游泳运动员 人类与海豚的竞速比赛 又将有怎样的不同呢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我觉得你的速度真的已经很快了 比刚才要快得太多了 但是海豚的速度 你觉得呢 感觉是比刚才好点 但它还是太快 对吧 海豚速度松了一下子就出去了 回顾刚才的画面我们看到 虽然更换了衣服后 海豚的速度明显要比之前快 但依然不敌海豚 在水中迅猛的游泳速度 那么海豚的游泳速度 究竟为什么这么快呢 从海豚的身上 我们究竟得到了怎样的启示呢 现在我所处的是 珠海横琴 长龙海洋王国的金沙馆 在我身后啊 有一个巨大的实体环境 在这里面呢 生活着成百上千种的海洋生物 通过我们的细心观察 我们会发现 海豚的游泳速度 好像比我们生活中这些 常见的海洋生物都要快很多 那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同样是生活在海洋里面 海豚的速度要如此之快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把时间回溯到 6500万年以前 那个时候地球上的老大 是这个讲的 恐龙 而海豚的祖先呢 并不是生活在海洋中 而是生活在那个地上 这个时候的海豚啊 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海豚 有着天壤之别 具体长什么样呢 长可能长成这个样子 浑身长满了毛发 然后呢 还有两个耳朵 以及四条腿 有点像我们生活中的小狗 可以想象啊 像这样的一个小家伙 生存在这样一个 如此险恶的环境里面 其实就等着被欺负呢 所以海豚的祖先 在这个时候 他所想的可能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逃命 可是什么样的环境 既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 又能够给他有充分的食物呢 还好 海豚的祖先啊 他就生活在海边 平常呢 以海洋中的小鱼为食 所以他对海洋这个环境 比较熟悉 最终呢 在恶劣环境的逼迫下 海豚可能觉得 广大的海洋 是他更好的选择 所以慢慢就从陆地 来到了海洋 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了 地球上发生了一系列的灾难 可是海洋对海豚 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 海豚的祖先 就像这样生存了下来 可是幸存下来的 并不光只有海豚 海豚的祖先 依然面临着新的环境的考验 捕食者的袭击 以及食物的竞争 但是这一次 海豚的祖先 并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选择通过改变自己 来适应新的环境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 海豚的身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都指向一个方向 让海豚在水中提升速度 首先海豚身上长了很多毛发 这些毛发在水中 很容易与水发生纠缠 就会增加身体的阻力 而光滑的皮肤 就可以让身体的阻力非常小 从而提升游泳的速度 所以这个时候 海豚首先把他身上的毛发给退掉了 与此同时还有他的耳朵 就像这样 海豚变成了一个皮肤光滑的小东西 但是这个时候身体还长有四条腿 于是接下来 海豚的前足变成了一个骑 而后足逐渐地退化了 进化出了背脊 以及一个可以扇动的尾巴 从而可以提升它的动力 但是呢 渐渐海豚发现 单靠一个小小的尾巴 并不能提供很好的动力 所以呢 海豚的身体竟然又变长了 那么海豚的尾巴变长后 对它自身有着怎样的好处呢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力学问题 那海豚的尾巴加长了之后 为什么就会游得更快了 我们在力学里边有一个效应 我们叫做鞭烧效应 鞭烧效应 什么叫鞭烧效应特别好理解 就是我们可以想像甩鞭子 所以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的多一点 我们可以说到这个是 我们是转动的角度 和转动的幅度的一个区别 我们同样一个转角 那么比如说改变30度的一个转角 那么当你这个东西很短的时候 它这个运动幅度是很小的 如果你的东西很长 同样30度转角 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幅度 明白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鞭烧效应 你看这个公园里边 我们说这个老同志们用的那个鞭子都非常长 那么长度越长 你甩起来 它能够运动的幅度也越大 那么最后如果回到 它给的力量也会越大 类比于我们拿乒乓球盘打一下 和拿羽毛球盘打一下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力量很明显是不一样的 是 那么我们说回海豚 那么对于海豚来说 它这个尾部拉长了之后 使它每一次摆这个尾旗的时候 这个时候走的这个幅度特别大 那么给的力量也特别大 所以同时推出去的水量也特别大 所以它会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向前的一个动力 这个就是它的鞭烧效应 使它能够有很强动力 在水里边能游得非常快 纵向摆动的尾巴为海豚跃出水面呼吸 提供了强大的生力 也正是因为海豚保留了身体的后半身 能够上下摆动的属性 才使得很适合同样能够在水中 上下摆动身体的人类学习 而这种动作是绝大多数横向摆尾的鱼类 所不具备的 那么人在使用海豚腿的方式游动的时候 为什么也能有类似的提速效果呢 其实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 海豚式打腿分为上打和下打两个动作 正是这个双腿上下同时摆动的动作 才使得海豚式打腿为人在水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首先人在使用海豚腿的方式游动的时候 全身贴紧 营水面积非常小 再加上双腿并拢 同时上下山洞打水 此时整个身体就呈现出了一个流动的波浪状 将身体周围的水流不断向脚步传递 形成一股持续向前的动力 如果运动员柔韧性较好 两腿便可推进运动员向前游动 雨蛙泳在身体收缩换气时必然会产生阻力不同 海豚腿可以产生最小的阻力和不间断的推进力 为了能够直观地看到海豚式打腿与蛙泳的速度区别 我们让专业游泳教练在同样距离同一泳池内 分别使用两种泳姿进行了测试 通过画面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使用海豚式打腿的方式 确实可以明显提升游泳的速度 它不仅为人在水中游泳提供了更好的节奏和平衡 最重要的是它增加了动力 减少了人们游泳时的体力消耗 通过对海豚摆尾动作的不同程度的学习 人类获得了提升水中速度的不同方法 可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这里 无论人类多么努力 我们自身提升的速度 在大自然老师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人类对探索水域的信念并没有停止 利用仿生学对在水中进行速度的提升 我们能学的还远不止于此 海豚是游泳能手 时速约50千米 但它并不是海洋中的速度之王 根据大自然生物的游泳速度记录 我们已知的部分排名是 骑鱼 剑鱼 刺霸 金枪鱼 飞鱼 然后才轮到海豚 所以说到要提升水中行进的速度 我们就不得不去拜访最后一位老师 鱼 鱼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细水游侠 模仿鱼类的外形 人们制造了水上交通工具 船 从远古的独木舟发展 到现代的运输船舶 船的形状发生着不小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除了安全的考量之外 也是为了速度的提升 通过船的演变历程 我们发现 影响船航速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航行环境 动力 以及船型设计 航行环境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通过发动机的选择 我们总可以获取足够的动力 当动力一定的情况下 想要在速度上分出个高下 最终还是要看船型的设计了 那么失从鱼类 我们究竟获得了 哪些给船提速的方法呢 郭老师 这个鱼跟船型设计 到底有什么联系 其实鱼和船型设计 咱们说最开始古代的时候 做船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 什么样的船能够滑动呢 比如说我们都听说过 竹筏 对不对 竹筏好像看起来跟鱼 是不是就没什么关系 不像 但是你看现代的舰船 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 还是打鱼的 你看过跟竹筏一样的那种竹排 横着过去的吗 没有 是不是都应该是有一定的 什么样的 尖头 很好 要的是这个 它其实所有的船 其实都应该是尖头了 或者说它这个形状是有一个从尖到宽 再到收回来又到尖的过程 缩型的 没错 有一点像缩型的这种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这种什么鲤鱼 或者说黄花鱼 是不是有一点像 我们的鱼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顶视看就是这个形状 也是一个缩型的结构 对 那么这个缩型结构我们在力学上 或者说我们在流体力学上 把它叫做所谓的流线型结构 流线型结构 我们通常经常说流线型 什么地方流线型 比如说说一个汽车 说这个汽车很漂亮 那它有点流线型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最典型在于哪 就在于前边是比较窄的 中间是比较宽 后边又比较窄 那么这样一个结构 它就比较符合我们的空气动力学 或者是流体力学 那么这种结构 为什么它就会有流线型的感觉 那这里边要从它的起点开始讲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最开始这个面 假如说有一个物体在水里边游或者动 那么这个时候这面比较宽 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水一定会绕开这个面 对吧 这样过去 对 会有一个平台 那么这时候这个水流过去流的不顺 所以水流在这个迎面这个地方 会形成一个高压 高压 那么流过去之后 后面过去了之后会形成一个低压区 那么这个高压和低压之间就会形成阻力 压叉 没错 这个压叉我们就叫压叉阻力 或者也可以通俗一点叫形状阻力 形状阻力 由于它的形状不好 所以产生了很大的阻力 那我怎么消除这个形状阻力 我就做一个这种流线型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水流流过来之后 是缓缓的压力上升 那么不是明显的前端高 后端低 那么这时候上去了之后再缓缓的下来 这时候整个的前后的压叉降到最低 最小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阻力就最小 所以这时候你再回想我们所有现在的舰船 船只 它的结构其实都跟鱼是一样的 鱼在水中游动其实就是为了减阻 减阻我就游得快游得舒服 那么船也是一样的 你会看船在吃水的这个层次这个高度上 一定是一个 尖头 尖头歇形结构 前边窄中间宽 后边又收窄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符合这种流线型的构型 明白了 它在水里边开的就会比较顺畅 开的比较快 而且还坚能 没错 然后同时还有一件什么事 虽然我是尖头宽 然后再尖头 那么这个长 整个这个长径比 越长 越快 没错 龙舟就这样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我们划船在公园里边 从来没划过那么特别长的 但是只要是竞赛的 不管你是龙舟 还是赛艇 还是追花艇 那个艇一定是 像柳叶一样 尽量的加长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减小它的形状阻力 因为让它整个这个升压 降压的一个过程 撑得更长 那它们变化越平缓 它的阻力就会越小 像你这么一说 我发现 就是世界上游得最快的这些鱼 比如说剑鱼 鳍鱼 金枪鱼 等等这些鱼 全都是那种 前面非常细 然后中间要么粗要么圆 反正宽出来一点 然后尾部又变得非常细 对 就是长径比很长 它的整个的长度也很长 同时咱们想 家里边养的一个金鱼 扭着游的那种 没错 而且金鱼你会发现 它很多这个 眼睛很大的那种 它并不符合这种 长径比很长的 所以它游得很慢 真正的鱼类 其实真正竞速的这些 全都是这种细长条的 那么按这个咱们推想 你会发现 真正我们的剑船类的 也都是 很多都做的长径比 非常高 那么长径比高有坏处吗 其实还有一点点坏处 就是当它高速行驶的时候 阻力确实非常小 但是当它我想 转弯和掉头的 那就是拐弯半径非常大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虽然往前走阻力很小 速度很快 但是它拐弯不好拐 机动性能差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种船 一般都会带一个小艇 它就很好去操作了 所以总体来说 长径比越长 越符合流体力学 流线型的这种特点 它的阻力越小 运用起来会越快 其实人类跟鱼学习的 水中提速方法 不仅仅只有流线型外形一种 我们常见的一种平底船 就有另一个特殊的仿生设计 它的船底两侧 有一个挡板 就像鱼类的侧骑 可以起到聚龙水流 加速的作用 而另一种原底帆船 因为上面会有一个巨大的帆 为了保持船体在水中的平衡 在船底有一个类似鱼腹齐的设计 从正面看 呈现一个巨大的V型的V底船 则是模仿了鱼的腹部 有着减小阻力的破水功能 而吨位小 灵活性高的快艇 在水面上航行 由于要面对空气和水面的双重阻力 如今通过仿生水生生物 进行设计与制造 也已经成为了工程师们 为船提速的研究方向 本期节目 我们通过对狗 挖蕾 海豚鱼等 来自自然的老师 学习到了狗袍 挖泳 海豚腿 以及船型设计的仿生学院里 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在大自然老师身上获取灵感 我们模仿他们的动作姿态 我们制作相似的工具 这个学习的过程 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止 自然包罗万象深不可测 每当我们深入了解并施法自然 我们都能因为仿生学 而收获科技的进步 这些成果提升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模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